你知道在一个没有美颜绿镜的时代 哪位港姐的颜值最高吗 我敢肯定很多人会说是不老女神赵雅芝 又或者是一代女神邱淑珍 但是我想说 她们都不是颜值最高的 甚至邱淑珍都排不进前三 为此 我综合广大网友的评论意见 盘点出香港十大最美港姐 再次为大家一一奉上 第十 郭矮明 出生于1967年 是中国影视剧女演员 1991年以硕士学历 参加香港小姐选美比赛 获得了冠军 同年 迁运到TVB成为演员 在影视行业中 可谓是如鱼得水一般 凭借着一双靓丽的眼球 得到了很多观众们的追捕 而郭矮明笑起来 又仿佛雪梨一般甘甜 再加上他从小培养的气质 说是一代女神也不为父 1992年 郭矮明以大时代的影视作品出道 四年 方世玉续集的拍摄 引起了众人的一路纷纷 被称之为炮灰级别的女配角 但是郭矮明并没因此放弃 甚至还更加的努力 以至于他出演的几个配角 虽然都不怎么讨人喜欢 但也不会让人讨厌 而后成为了TVB官配PP 1994年 一部花月危机的商务 使得艾滋病 以91分钟的电影角度 呈现在观众眼中 而作为主演之一的郭矮明 在该部剧中 可谓是一种知性的产杂 一缕中场法 撩得观众们眼球放光 而这一系列的努力 也使得他连续四年 获得一周刊十大电视艺人家 1999年 郭矮明与刘青云结为夫妻 一同出演了目露凶光 使得两人在现实中 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在影视剧中是活生生的演员 看不出一点幸福的样子 若是不知情的观众看着 还真不知道郭矮明与刘青云 是一对夫妻 可见郭矮明的敬业程度提高了 还近前十 妥妥的 第九 高丽红 出生于1965年 是中澳混血的女演员 1984年获得香港小姐冠军 和最上进的小姐奖 在参加环球小姐选美比赛时 以最佳民族服装奖 季军出名 最后 还以东方秃鹰之中的女配角 获得第七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配角提名 说到这里 可能大家对高丽红的印象 并不深刻 那么说到洪金堡 想必各位观众也就一目了神了 没错 高丽红 就是洪金堡的妻子 于1986年 进入影视圈 败入洪家班的门下 与洪金堡 有过多次的合作后 使得高丽红 更加的喜欢中国工作 再加上 他本来就准备找一个中国的夫君 而洪金堡 一个圆润而又灵活的胖子 深深的刻入到高丽红的眼中 慢慢的生出了爱慕之情 从一个师徒之名 到1991年结尾夫妻 高丽红也因此退出了演艺圈 开始遵守妇人之道 要知道 高丽红 可是被称之为遗忘女神的存在 不仅被众人遗忘 岁月亦始如此 如今的高丽红 已经年过半百 但是他的爵士容颜依旧 身材也是保养的极好 不愧被曾经的港典冠军 排在第九 绰绰绰有余 第八 张曼玉 出生于1964年 是国家医学演员 也是爱丁堡大学的荣誉博士 是级别与学历并存的存在 于1983年获得香港小姐亚军出道 曾出演过许多的作品 作为国家医学演员 实力竟然是古服的 不管是望角卡门之中的清纯可神 还是阮玲玉之中的绝望悲戏 亦或者是东方三峡之中的豪爽帅气 青蛇之中的妖娆魅惑 宋家皇朝之中的严肃庄重 英雄中的冷艳孤高等等 都是特别强悍的演技 而张曼玉的长相与身材 并没有特别的出众 只是各个部位的普通加在一起 才能呈现出完美的张曼玉 使她特色各异的角色 在张曼玉的手中被发挥的灵异尽致 可以说的是 张曼玉的美绝对是刻在肚子里的 不管是气质还是其独特的性质 都是大众们不曾拥有的 也不会被华语影坛之中 继续维持获奖最多的电影演员 排在第六 游里游去 第七 陈法荣 或许很多人都不了解她 但是这对于八九十年代的人来说 那就是再熟悉不过了 陈法荣出生于1967年 是中国香港的女艺人和主持人 于1989年获得香港小姐冠军 次年与TVB签约成为一员 以量足一百分出道 直到2001年 被其名为亚洲电视主办电视广告 最佳女主角 曾拍摄过很多的影视作品 直名度很高 而最让人无法释怀的 当属陈法荣的眼睛 看上去婉转多景 白皙的脸庞 犹如青春少女一般的水嫩 再加上其妩媚的身姿 妖娆的动作 更是让人无法自杀 特别是露出相间的侧脸 令人无法忘却 说是亲生的美人呸走 也不如过 毕竟在那个年代 美元滤镜什么的压根就不存在 一切都以真材实料为准 而陈法荣的一生也是红红火火 不及事业有成 在慈善行业中也是颇有成就 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还会帮助做一些善事 帮助一些弱小群体 你知道在美女辈出的时代 乃为港姐的颜值最高吗 第六 袁永宜 出生于1971年 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 1990年获得香港小姐冠军 以及最上镜的小姐奖 1992年 在拍摄阿飞与阿基后 一经上映 袁永宜就获得了 第十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新人奖 可谓是首战胜利的代表 之后的袁永宜 在尝到甜头后 更加卖力的 在影视行业中 奋发独强 立志要做到最好 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其中 大家熟知的 金枝玉叶 就是由袁永宜 与半男装出演的主角 接下来 老板 我刚看得到 别碰了 我刚说 我刚说 你的半个人 是为什么 还要做 我还要做 这一生也在进场,这分钟却挂念上,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 好风光似幻似虚,谁命人生乐趣,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 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与暴雨都引你燃烧。 一醉再醉,只想追赶生命内,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适,你是真正目标。 一醉再醉,最终一切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 有了你即使平凡脚最重要。 1998年的《花木兰》上映,那更是家喻互相,不论是中国内地还是香港,都是特别的受欢迎, 使得袁永怡借《花木兰》之名,喜获台湾地区电视剧最受欢迎女演员将。 除此之外,不管是主演还是配角,袁永怡都是无可挑剔的存在。 比如,曾经客串的电影《门徒》,虽然戏份不多, 但是袁永怡还是凭借着此片,入围了2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 可谓是大伙特伙。 说到这里,可能就有观众们要说了,她只是一个实力演员, 怎么会在颜值榜中呢? 要知道,在演艺圈中,颜值只是一道门槛,而袁永怡的颜值可比作仙女, 曾以一头长发出镜,加上白色上衣,仰头45度角,宛若天仙一般, 说是大家心中初恋的样子,也绝不为故。 第五,吴婉芳。 吴婉芳出生于1967年,是中国香港小姐演员和歌手,拥有着众多才华, 于1986年参加港姐竞选,荣获亚军,最上镜小姐奖, 以及财华小姐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才女。 在多健康姐中,有气质同时又最优雅的小姐,是性感狂野的颜算。 不仅有着高学历的背景,命运也是非同白色。 或许有很多人对吴婉芳并不熟悉,只因为她的命运一般, 一生的高功时刻很是短三。 在与无线电视台签约后,立马就拍摄了世界杯的宣传牌, 成为了无线电视台的形象代言人。 1987年还出演了《生命之旅》和《人海绿皮书》这两部作品。 直到合约到期后,吴婉芳开始从事音乐行业。 1990年与刘德华一同合唱了电视剧《奇幻人间》的主题曲《秋艺中等我》。 同年,吴婉芳还发行了多部音乐专辑, 获得了第十三集中文金局最有前途新人奖,游艺奖, 第八届十大金歌金局最佳新人奖童奖, 以及1990年赤插乐坛流行榜生意军女歌手金奖, 一生可谓是红红火火,有之超级美魔女之称, 但就是这么一位火热港姐, 在成功的感情行业之中, 于1993年与胡佳华姐为夫妻,迎退江湖了。 第四,邱淑珍。 说到这一位女星,想必大家一定非常熟悉, 邱淑珍出生于1968年, 于1987年参加香港小姐选美, 并成功祭祖十二强, 但因长相绝瑕,被对手下套, 愤然退出,以TVB险约, 直接开始了营事生意。 而邱淑珍的本领自然不有多说, 毕竟她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性感女神, 演技口碑也都是极假的, 而最为出名的当属赤裸羔羊, 在这里面的邱淑珍可谓是大胆到了极致, 不管是性感的动姿, 还是大胆的演技, 都是观众们最想看到的一幕, 使得邱淑珍更加奠定了性感女神的称号, 但与其他的性感女神相比, 邱淑珍的性感却让人根本感觉不到低俗, 好似她天生就是这样一般, 与其他的脱性相比, 有着云泥之比, 作为一个以性感出道的女性, 邱淑珍从来不作妖, 甚至将一些泼辣妖魅的画面, 演绎得也十分的自然, 可能很多人就会说了, 这不就是一个以三集片出名的一介女流吗?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邱淑珍虽然是以三集片而出名, 但是她从未漏过三点, 她虽然以性感而出名, 但却无风流之作, 正所谓, 披上衣料就是青春少女, 退下衣着就是赤裸羔羊, 而邱淑珍的人生经历, 就如同她的名字一般, 既书又真, 你知道, 在一个没有美颜滤镜的时代, 乃为港姐的颜值最高吗? 今天她来了, 第三, 李嘉欣, 出生于1970年, 毕业于玛丽诺修阅学校, 是中国香港演员和模特, 于1988年获得香港小姐选美比赛冠军, 以及国家华裔小姐冠军, 而李嘉欣的美是无可挑剔的, 中服混血的她, 完美地继承了东方美女的闲境, 和西方女子的明朗, 又有甜美的形象, 也是女性美的典范, 就好像与生俱来的一般, 有着冷而不傲的特性, 眼而不俗的气质, 说是东方明珠, 也绝不为故, 在拍摄电影《东方不败》时, 李嘉欣高超的演技, 再加上假小子的形象, 征服了众所观众, 在堕落天使中, 那冷漠孤寂的女杀手, 将李嘉欣的冷艳凸显到了极致, 使得众人当场呆慕, 完全颠覆了人们心中女神的形象, 在电影《上海花》上映后, 人们发现, 李嘉欣的状态上加, 不管是一点一幕, 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既泼辣又不失聪慧, 完全打破了固有的形象, 具有其独特的特质, 第二,赵雅芝, 于1973年参加香港小姐选美比赛, 并荣获了第四名, 是一名敬业的演员, 不同于其他动刀子打针的明星, 赵雅芝具有天生的魅力, 那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 妩媚与倔强性, 作为一个优雅的女明星, 赵雅芝一直都有保养自己的职业素养, 从拍摄白娘子的角色中就能看得出, 当时年满38岁的她, 看起来就跟18岁的大姑娘一般, 大方美丽, 除此之外, 赵雅芝不仅具有外在美, 其内在美也是特别的耀眼的, 又比如在一些公益活动中, 也常常能看到她的身影, 可谓是从内到外都是光芒覆盖的存在, 直到现在, 赵雅芝的魅力依旧不减当年, 虽然有着一定的岁月痕迹, 但从气质这一块来看, 整个人依旧是那么的端庄, 没有驼背和明显的皱纹出现, 若是化妆加以掩盖, 依旧是一个优雅女神般的存在, 一肩流转, 于是白纸就变成了故事, 从50岁开始, 每一年, 我都当自己又想了一岁, 所以, 你们现在看见的, 是32岁的赵雅芝, 第一, 钟楚红, 出生于1960年, 是中国香港的著名女演员, 由这香港第一美女之称, 于1979年获得香港小姐选美比赛电军, 被评为最艳美的港警, 要说到钟楚红, 是20世纪80年代, 她可是香港影坛中大红大死的人物, 在电影中塑造的形象, 更是深究大众好兵, 巅峰时期的她, 能与林青霞王祖贤起名, 甚至在某些点上还能超越对方, 但是不同于其他明星的是, 钟楚红就宛若美丽的大孔雀, 在当年那个年代, 是很多人的梦中情人, 她天生丽质, 有着一种纯朴的天然气息, 演技更是自然的楼出, 在很多部电影中, 都是很自然的吸引观众, 在个别的镜头下散发的魅力, 更是令人难以放缓, 其中有不少的电影, 更是成为了香港电影界中的金顶, 比如纵横四海, 秋天的童话等等, 这都是钟楚红的著名之作, 而钟楚红美丽的外表, 以及其真诚低调的个性, 更是被华人世界公认为性感女神, 于1989年, 被台湾地区称为十大性感女艺人之首, 位列第一, 当之无愧, 其实啊, 在咱们的日常生活中, 往往就会有很多的美与出没, 但这却是很普遍的现象, 在这个美颜的盛世, 科技与狠活并存的时代, 美已经是一种常态, 我们要做的就是随波逐流, 让过去成为一种经典回忆, 活在当下才是真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已经结束了, 若是还想了解相关内容, 欢迎留言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